為什麼中國成為中東地區的理想夥伴 因為中國大陸沒有介入中東的任何衝突 包括伊斯蘭中派之間的衝突 什葉對順尼他沒有介入 伊拉戰爭跟他沒關係 兩立戰爭也沒有關係 敘利亞內戰他也沒有關係 他跟每個國家關係都很好 他外交不受限於意識形態 不像美國就壓住以色列一面倒 他是中東石油的最大買家 而且他是中東最大的貿易夥伴 他有存方位的工業能力 包括基建、互聯網、電信、綠能、航天 而且他是最大的世界工廠 然後全球最大的內需市場 所以這些因素綜合 使得中國大陸經略中東有特別優勢 歡迎大家來到量子力學節目 我是量子大家叫我阿量 這次美國一面倒挺向以色列 那很可能會造成一個新的局面 就是美國再度陷入中東的衝突之中 所以我們今天的題目 就這個大結構來講 叫美國再現中東 那中國又將成為最大的贏家 這個我們看第一頁這個是華春瑩 他在X就推特上面 我覺得他這兩個把他做一個截略蠻好的 他說美國又再陷入中東戰爭 他又是在做軍事的準備 準備發動戰爭 又是摧毀性 那中國再現發展機遇 他用了最右邊那個圖裡就看到 在阿富汗戰爭還有伊拉克戰爭 美國總共花了兩兆美元 那結果現在呢 美國從伊拉克撤軍 阿富汗倉皇出逃 你看這個國家在幹嘛 那中國大陸在同一個時間他在幹嘛呢 中國大陸在營造 他花了2460億美元 在從事投資在減頻 同時發展出一個國際論述的基調 叫做對話和平還有建設 我覺得這個這兩張圖是做的非常的精準 那這樣的一個對比當然就是 美國做了一些無謂的戰爭 造成自己的損耗 那相對上中國是基建的投資 各方面就是往上走啊 比如說這張圖 我們就看到阿富汗戰爭跟伊拉克戰爭啊 那美國在阿富汗戰爭 你可以看到他的耗損啊 這個就是美國戰爭相關的開支啊 那在這裡有人說阿富汗戰爭 大概總共相關的開支加進來 是花了兩兆兩千六百億 然後伊拉克戰爭是花了一兆九千兩百億啊 剛剛華春瑩那個是直接的損失啊 那這個是相關的都把它算進來 然後死亡人數呢 七萬一千人 然後另外那邊伊拉克戰爭是死了二十萬人 這大家都知道啦 這個就是2022年中國就開始在中東展開大外交 然後這個看到中國跟沙烏地阿拉伯就沙特啊 他做了峰會12月啊 那12月又跟海河會做了峰會啊 中國大陸跟六個海河會的國家做聯合聲明 然後接下來又開了阿拉伯峰會啊 中國的阿拉伯峰會 這個連續都是在2022年12月完成的啊 那後來我們就看到今年3月 右下角那張圖 沙特跟伊朗的和解 這個是天大地大的事啊 那你看到上面那張漫畫啊 美國要死亡阿拉伯人是越來越困難啊 這是一個對照啊 那你可以看到他漸進的布局步步深入中東啊 這個細節我就不念了 可是你可以看到我是按年份寫的啊 伊拉克是第一個 那第二個就是伊朗 那接下來就是阿聯酋 那接下來就是卡塔爾 卡塔爾我們知道去年辦四足賽 那幾乎大部分的東西都是從中國去的 那接下來就是沙特 這個就是步步深入啦 這是一個累積的過程啊 那這邊這個是阿拉伯新聞寫的一篇文章啊 他說為什麼中東壓住在中國身上 為什麼中國成為中東地區的理想夥伴啊 他說因為中國政府是相對有效 那資訊透明啊 還有成功的一個經濟的夥伴 他用多面向的政策啊 來協助中東地區 他實際上是用軟實力在經營中東地區啊 包括和平的促成 包括中介者啊 那還有實現的長期的投資啊 不只是在原油跟天然氣啊 現在還擴大到清潔能源 還有再生能源 還有基建還有各種科技啊 這方面啊 這個為什麼中國會有這些優勢呢 因為中國大陸沒有介入中東的任何衝突 包括伊斯蘭中派之間的衝突 什葉對順尼他沒有介入 而且他是中東最大的貿易夥伴 他有全方位的工業能力啊 包括基建 互聯網電信 綠能 航天 而且他是最大的世界工廠 然後全球最大的內需市場 所以這些因素綜合啊 使得中國大陸經略中東有特別優勢啊 那這個就是中東的老百姓對中國的看法 你可以看到中東的年輕人 認為中國是他們的同盟啊 中國是第一名啊 78% 第二名是土耳其 第三是俄羅斯 這中東年輕人的看法 那第二個就是 你認為中國是不是一個強有力的夥伴 相對於美國啊 美國是深綠色 中國是淺綠色 你可以發現中國都是超過美國 那最後這一個很有意思啊 你認為民主比較重要 還是穩定發展比較重要 一面倒支持 穩定發展比較重要 所以中東地區的想法 跟中國是很接近的啦 所以我們從這裡做個結論啦 時間也差不多 就是美國這次再陷入中東喔 我跟各位講 再次加深了 這個穆斯林國家 阿拉伯國家 伊朗國家 對美國人進一步的認清他的真面目 完全不講是非啊 一面倒支持以色列啊 這當然就會使得阿拉伯國家還有伊朗 更傾向於來跟中國做事嘛 所以我認為這個未來的一個相對的發展 就是他們會跟美國 開始更進一步疏遠啊 然後在經貿上跟中國進一步的合作 而且不是只有原來的原油交易 也會包括未來科技的發展 金融的發展 貿易的發展 還有各式各樣的新的城市建設的發展 這必然是一個極大的對比 所以中國未來一定會成為中東地區 因為美國再次介入中東戰爭 再一次證明中國再次成為贏家 好 我們今天就講到這裡啊 感謝各位